大家好,正式节目开播之前先插播一条硬广 我们准备在11月24号到29号带大家去上海和宁波游学 这是咱们第二次去淘宝包游区 上一次是去的南京和镇江 那么说起来上海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基本上可以讲的是近代化的城市 但是其实也有很多古迹 尤其跟近代历史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徐家会,最早的天主教徒,菊光企业 最早皈依天主教的这个人 他建的教堂和他的墓地 比如蛇山圣母大教堂 这些都是远东地区赫赫有名的大教堂 当然了,玉圆,城隆庙这些大众景点咱也要去 还有呢就是我们还会去一些小众的景点 比如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 见证那段中韩共同抗日的这个历史 宁波就不用说,名圣古迹众多 当年海上四周之路的起点之一 全明广三个州嘛,他的明州嘛 所以呢,比如说像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 因此呢,像这个国清寺啊,阿律王寺啊 包括这个浙江凤化的雪斗寺 那尼勒佛的这个道场 这些地方呢,我们都会去看到 也会去一个小众景点 比如说高地使馆就职 总之,让大家呢不需此行 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 好,咱们言归正传 最近啊,这哈马萨在以色列绑架人质恐怖袭击 招来了以色列的强硬反击 这样的事啊,在中东已经上演了无数次 而中东乱象的背后 有着很多伊斯兰极端组织 比如哈马萨啊,黎巴嫩,珍珠党啊,等等等等 这些形形色色的组织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声称自己坚持古兰经的原教旨主义 在进行圣战 说起来啊,这个伊斯兰教当中 还真的有圣战这个概念 只不过呢,这个概念一开始 绝对不是指的对老洛父母进行无差别的屠杀 而那些伊斯兰极端分子 用这个概念为自己辩护 也是非常晚近的事 那这圣战到底是咋回事 后来怎么成了极端伊斯兰的主张呢 今儿咱就聊聊这个 圣战这个词啊 在那个伊斯兰教中的那个发音呢 是吉哈德 那这个词呢 在古兰经当中出现了41次 其最多的含义是为神而挣扎努力和奋斗 并且呢,运用自己最大限度的力量 对付不被认可的事物 比如魔鬼啊 私欲啊 等等 到后来伊斯兰教世界 又把圣战划分了几个层次 最低层次的圣战 是守的圣战 只带呢 为保卫生命财产进行的防卫 比这个稍高一点的呢 是蛇的圣战 只带的呢 针对邪恶错误的观点的辩论 最高一级是新的圣战 只带呢 从灵魂中清除低级的欲望 获得高尚的品质 目标是至人至善 简而言之 这个圣战归根到底 是为了修身养性 提升自己 绝不是随意对别人打打杀杀 不过呢 这个伊斯兰教既然要向大众传播 那么提升自己这一条就太小数了 古兰经既然说圣战 包括了合理的自卫 那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部落 就以此为理论 依据四处争战 因为一开始啊 周围的部落都是敌对伊斯兰的 必欲置伊斯兰于死地 那么伊斯兰信徒当然有理由行使圣战的自卫权 约让穆罕默德去世之后不久 伊斯兰教徒们一手拿古兰经 一手拿剑 征服了相当大的地域 建立了阿拉伯帝国 在他们看来 这样的圣战天经地义 有了如此先例 再往后的伊斯兰帝国 比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号召士兵为帝国笑死 也经常抬出为真主圣战的理由 到了这个时候 圣战的含义 已经在实践中被悄悄的改变 讨伐敌人慢慢变成了他们的主要含义 也同时在帝国之外 对于一些原始部落来说 伊斯兰教是一种非常好的 用来凝聚共识的联合计 而古兰经的教导如此之多 如果非要挑一个 最能够凝聚共识的信条 那就是对敌人发动圣战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 西非的弗拉尼人接受伊斯兰教 并且发动圣战 推翻当地的非洲酋长 建立了马西纳帝国 如今这个帝国虽然早已作古 但西非仍然是非洲伊斯兰教 非常昌盛的地方 甚至当地不少极端伊斯兰恐怖组织 比如那个伯科圣帝 也是打着圣战的旗号 活跃在21世纪 到20世纪初 伊斯兰世界在同西方世界的竞争当中 全面落于下风 伊斯兰世界的老大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也已经日泊西山 境内各民族各怀鬼胎 蠢蠢欲动 这个时候能够让大家团结一致 向前看 抵御外伍的 就只剩下了所谓的圣战 1914年第一次圣战爆发 土耳其加入同盟国 跟英法俄等协约国为敌 随着战事的进展 土耳其帝国持续衰落 眼看就要玩完 于是帝国的哈里发 号召全球的穆斯林团结起来 对协约国发动圣战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 以圣战之名 号召全球的穆斯林 当然土耳其这么做没有卵用 1918年土耳其战败 随后的风崩离析 这所谓的全球穆斯林圣战 也就彻底落空 即便如此 圣战作为团结穆斯林 最有效的武器 还是会在国家政权 威王之际被提出来 而且呢 越是伊斯兰教势力 相比西方或其他势力 弱小的时候 穆斯林们呢 就最有可能 在圣战的旗号之下 团结起来 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 当地的很多 伊斯兰武装团体 联合起来 组成了圣战者联盟 参加这个联盟的 不仅有阿富汗本土的穆斯林 也有从其他伊斯兰国家 赶来的穆斯林 在这个时候啊 阿富汗的群山之间 这个全球各国的穆斯林们 第一次真正的 在圣战的旗号之下 团结起来 而这样的圣战 也获得了西方各国的 同情和支持 于是圣战者们 用美国援助的毒刺导弹 神出鬼没于重山峻岭之间 打着苏联的磁路直升机 是叫苦不迭 最终虽然苏联军队 号称武装到了爪牙 但在群山和圣战者的 汪洋大海之中 有劲使不冲 只能空耗数年之后 黯然接受 从阿富汗撤军的命运 这是二十世纪以来 伊斯兰圣战者 第一次取得胜利 阿富汗战争的胜利 就极大的鼓舞了 伊斯兰世界 而他们自然而然的 把圣战的目标 就对准了美国和以色列 著名的恐怖主义头子 本拉登曾经公开说 号召全世界穆斯林 发动圣战 消灭以色列 打击美国 此后呢 伊斯兰世界 在同美国 以色列的对峙中 完全落于下风 一些中东的极端伊斯兰势力 也只能以恐怖袭击的方式 去彰显存在 比如说什么蛤蟆丝 ISIS之类的 而每一次恐怖袭击 都会招致更大规模的 报复和制裁 让他们的生存环境 越来越艰难 这时候呢 极端宗教组织能做的 就是不断的给成员 灌输圣战的理念 在长期的灌输之下 哪怕是一个正常人 也能给忽悠学傲 你比如说这个 ISIS灌输的圣战理念 让不少来自英法 抹腾西方发达国家的青年 张罗道 纷纷前往这个叙利亚地区 加入圣战 一些女生自愿嫁给圣战者 生育几个子女 等到ISIS土崩瓦解之后 这些来自西方的少男少女们 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 该不该给他们第二次机会 这个问题争论到现在 都没有明确的结果 当然了 现在的极端伊斯兰恐怖分子 在圣战的旗帜之下 胡作非为 让不少伊斯兰学者 也开始重新的审视 圣战的本来含义 沙普阿拉伯的国家教长 曾经公开批评 本拉登的圣战学说 声称屠杀无辜平民 是恐怖活动 而不是圣战 它绝对不是出于 安拉或者穆罕默德的启示 因为真主与先知 是慈爱而无私的 2015年 印尼前总统瓦西德 和该国的穆斯林精神领略 比斯利 在一段影片当中 公然挑战极端伊斯兰组织 声称的圣战 比斯利说对伊斯兰教肤浅认识的扩散 使得情况变得严峻 伊斯兰总体人口中 声音特别大的群体 也就是极端组织 经常做出残酷和野蛮的行为 并且声称是按照真主的旨意 行事来正当化这种行为 但是他们大错特错了 宗教的每个方面 每次表达都应该充满着爱心和同情心 并促使人性走向完善 作为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印度尼西亚如此表态有很重要的象征意 现如今在伊斯兰世界中 为圣战澄清的运动 在多个国家当中都有发起 学者们在追寻古兰经中最早出现的圣战的含义 并且指责那些残酷虐待平民的伊斯兰恐怖分子 不管口号如何响亮 内心依旧是污浊的 为真主所不容 应该说呢 这些学者们的努力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但他们再怎么说都不如恐怖分子的作为吸引眼球 所以直到现在大家一提伊斯兰教的圣战 主流印象还是恐怖分子那样的暴行 圣战这个词啊 一开始含义的确很高尚 任何宗教想要有广大信徒 就得讲些让普罗大众一听就懂的东西 如此一来原来经文当中的内容 就不可避免的在传播的过程当中改变 圣战发展到后来 早就不是古兰经中说的那样了 而那些坚持所谓圣战的恐怖分子 还宣称自己是原教旨主义 坚持古兰经的教导 那这就是别有用心的骗子了 好了 关于圣战的故事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